大家好,我是Daryl,歡迎收看怪奇音樂 最近有蠻多人在問我說如何自己製作背景音樂 就像我在直播或者是影片裡,彈的那種backing track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同時也是我以前非常想要知道的一個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方式來跟各位分享 希望會對各位有幫助囉! 如果你是第一次發現這個頻道,你喜歡這樣的吉他教學、吉他演奏 都歡迎持續的來訂閱追蹤我們喔!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基本上對大部分的人來說,如果你想要自己製作一個backing track 然後自己彈得很開心,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弄來一台looper效果器 looper顧名思義就是可以把你彈奏的內容一定的長度之內 它可以不斷的循環播放,然後還可以疊不同的層次上去 比方說你第一輪彈和弦,第二輪彈單音 它也可以重複疊在一起,繼續的播放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來即興Solo 這個是我認為最簡單的方式 另外一種當然就是你有錄音軟體 那你就可以把你演奏的內容直接變成進入到電腦裡,然後錄下來 你可以在那上面做一些後製做一些調整 不過因為錄音軟體其實成本跟難度都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今天就用looper效果器來跟各位介紹 同時這也是我在我們的影片當中 直播當中最常用的一個效果器 looper效果器在市面上其實有各式各樣的品牌型號 那當然功能也不盡相同 在這邊我就不多做介紹 因為我們今天這集並不是業配 我們就簡單介紹一下所有的looper都會有的一些基本功能 還有它的應用方法 首先呢大部分的looper基本上就是在你彈奏的那一瞬間 然後腳踩下去 這個時候它就會開始記錄 那你彈到一個段落之後呢 你再踩一下 它就會把你剛才踩這兩下中間的音樂 所以不斷的去循環播放 比方說像這樣 好相信大家就有聽到一個很明顯 一直在重播的一個音樂 對就是我剛才彈奏的音樂 那如果你現在想要讓這個音樂暫停 你就只需要腳再踩兩下 它就會暫停 但是你彈的內容它還是會存著 比方說 好我這樣踩兩下它就暫停 那我如果再踩一下 它就會繼續播放 好的那這個時候如果我們要再疊第二軌上去的話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繼續播放 那接著在你想要下去的地方 你再彈第二軌下去 那你就會把剛才彈的跟這次彈的疊在一起 比方說像這樣 好大家就會很明顯聽到我第一次彈的跟第二次彈的這個時候就疊在一起了 它聽起來就會有點像一個完整的音樂 我這一款是比較特別的 它是因為有鼓在裡面 所以我可以很明確的去算拍子 那如果今天你買的LOOPER效果器 它沒有鼓的這個功能的話 請你在錄的時候最好就要跟著一個接拍器 這樣你才比較知道它的開頭跟結尾到底在哪裡 好接下來錄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試試看在這個backing track上面去做即興 音樂 音樂 也好 滴陪陪陪兔 你 Moss 好,這個就是先介紹一下最基本LOOPER的功能 那接下來呢,其實LOOPER它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工具 因為除了把你的伴奏錄下來之外 其實你本身也可以開始試著去用一些簡單的概念來作曲 也就是說你可能會希望你的backing track豐富一點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去思考說要怎麼彈 要怎麼樣去疊這些音軌才會讓它聽起來真的像一個背景音樂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認為最簡單的就是刷和弦 比方說就像我剛剛示範的先把和弦刷上去 那刷下去之後呢,你就可以試試看再去疊一些高音或低音的部分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聽到我剛才的和弦一直在重播 那接下來我想要疊可能是比較高的音 那我就往比較高的音去找 那比方說 好,這個時候你就會聽到我剛才彈的這個高音的部分 它就開始一直在重播 那接下來我就可以試試看再把比較低的音 也就是第六弦 然後找到和弦的更音來彈彈看 這個時候你就會聽到我剛才錄的刷和弦 然後高音跟低音它就全部疊在一起 這樣子就會讓它聽起來是一個比較完整的音樂 因為它有單音,有和弦,有高音,有低音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試試看在這上面即興 用LOOPER效果器練習去製作自己的Baking Track其實是非常有用的一種方式 為什麼呢?因為其實要做到這件事情並沒有那麼的簡單 它需要一定程度的練習 但這些練習其實會對你幫助非常非常的大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節拍一定要穩 因為相信大家剛剛可以看到就算有鼓聲 可是如果你沒有集中注意力的話 你踩下去的那一瞬間跟結束要踩下去的那一瞬間 它如果不準的話整個LOOPER聽起來就會很怪 你就會覺得好像第一個小節或是最後一個小節 變得比較長或是變得比較短 另外一個就是你在錄這個LOOPER的時候 你彈奏的內容就必須要很穩 要不然它開始播放的時候 你就會很明顯聽到你剛才彈的所有的瑕疵 比方說太快或是單音彈的不穩 比方說你在彈和弦的時候你彈 如果你彈 就是你只要拍子有一點不穩 你可能彈的時候沒注意 但是當它播放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很明顯聽到 為什麼我彈的這樣坑坑巴巴的 你就會很不高興 你就會想要重複錄一次然後把它錄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非常有幫助的就是你可以 自我檢查自己彈的節拍到底有沒有穩 還有你開始跟結束踩下去的那一瞬間到底穩不穩 那第二個好處呢就是你會發現 你必須要對於吉他紙板更加的熟悉 比方說你當你彈了剛才的和弦之後 你想要找到高音的音去搭配這個和弦 那就算你只找跟音 比方說我剛才的C和弦我高音就找DO A和弦高音就找LA 就算只是這樣簡單的配 你也必須要去找到說 那我高音的DO還有高音的LA在哪 這個時候你就會擺脫你平常彈音階 總是從最低音彈到最高音 或者是很多人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當你要在高音隨意找一個音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找不到 所以這個練習是非常棒的 同理可證當你要去彈低音來當作一個Bass來搭配的時候 你也要可以很順暢的去找到低音 而且要怎麼樣去跟你剛才彈出來的內容 疊合在一起聽起來才會好聽 同時也是第三點 就是當你在錄這些不同的音軌的時候 不同的音軌怎麼疊其實就算是一種創作的過程 所以很多人覺得創作很困難 但其實我們用Loopers效果器自己這樣一層一層的去堆疊 其實它就算是一種作曲的過程 會讓你更加的知道說你今天學到的任何的內容到底要怎麼樣去應用 Loopers效果器就會幫助你更加熟悉 跟知道怎麼樣去應用你所練習的內容 在我練習吉他的過程中其實弄來一台Loopers效果器 然後自己練習製作backing track 其實對我的吉他演奏是非常有幫助的 可以讓我更了解音樂的組成 同時也讓我可以玩得更開心 不必再被譜給限制住 所以希望今天的內容會對各位有幫助囉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是寫信到我們的email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追蹤我們的youtubeIG跟TikTok頻道 另外我們每週三晚上9點 都會在直播間來跟各位碰面 如果有什麼問題想要聊的 都歡迎在直播間來跟我們聊天喔 謝謝大家我們下次再見 在直播間來跟我們聊天的影片